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 他相信美国必须意识到当前世界各地的敏感局势 所以是必须要谨慎行事 克里认为美国的角色是特殊的 美国承担这种责任 要接受便是期待这些会讨能成为一个契机 尝试将大家从园崖边拉回来 跟着就往下走 因为所有人都明白最终要有一个政治性的解决方案 这个需要两国和平共处 并且是两国人民尊敬他们的国家和安全 要做到这些需要一个领导 所以美国是将会尽己所能 看一看是否能平息事态并找到一条迟进的道路 克里认为一个重点任务 就是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湖 以及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汇塔 星期二 内塔尼亚湖在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同时出现的场合 谴责阿巴斯煽动暴乱 内塔尼亚湖表示 阿巴斯总统不幸的是一直在那扇风点火 他在10月16日说 仅仅是几日之前 他说过欢迎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一切流血事件 这个是他的原话 阿巴斯总统没有谴责任何一个上月发生在以色列的30宗恐怖袭击 而是继续赞美恐怖分子系英雄 但是阿巴斯星期二 和纳陶宛总统达利亚 格里包斯凯特会谈的时候 谴责以色列 阿巴斯是简要地介绍了最近的情况 在固执的以色列政府的阴影之下 加上基于国际合法声援 能够使他们期盼 达成全面和平的政治平台的缺席 以色列殖民者是持续占领 和更为严重侵略 使他们的人民生活在难以忍受的环境当中 这令到他们的年轻人变得绝望、挫败并且感到压力 最近几个星期以来 尾巴之间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 部分原因是以色列占领 被视作为伊斯兰教 多个圣地之一的耶路撒冷阿克萨清真寺 巴勒斯坦人将此撕为犹太人的入侵 而这个圣地亦被称为圣殿山 这些暴力包括 巴勒斯坦人发起的一连串刀具杂壁 以及以色列安全部队造成的致命枪击事件